剝開鳳梨酥露出滿滿餡料 一口吃下讓市議員張炳君讚不絕口 這家在中山區西町路相當有名的食品店 專賣自家生產的鳳梨酥 鳳黃酥 咖哩餅以及蛋黃酥 口味口感不舒所謂的名店 相當受到顧客的喜愛 那因為其實我自己非常喜歡吃土鳳梨酥 那剛剛剝開的時候其實就滿滿的鳳梨香 那咬下去的時候它的餡真的是真材實料 然後再加上皮也相當的酥脆 其實吃起來是相當香的好吃 也真的真心的推薦給大家 張炳君四年來就是這樣 接續父親前市議員張錦黃 認真積極勤走中山區基層服務 獲得選民的支持和認同 讓店家願意張貼張炳君 相當有質感的美學形象海報來力挺 因為炳君他的服務不錯 還有他爸爸我認識很久了 他風評不錯 所以我才讓他替他廣告一下 張炳君表示張貼美學形象海報的想法 來自於日本地方選舉的啟發 感謝店家們的力挺 讓更多民眾來店裡面購買食品時 可以看到海報更加認識他 那因為其實李爺爺在我們西町路 是相當有名的一家餅店 所以特別選來這邊去張貼海報 就是希望藉由他購買的這些客戶的人潮 然後可以增加多一點的曝光度跟支持度 那因為其實炳君會特別做的這張海報 就是我覺得我們不要這麼的政治化 我們其實也可以把美學帶入 讓我們的選舉變得更加的有趣味 所以特別設計了一張 活有一張美學的海報 然後也希望讓大家會覺得說 在這緊繃的選舉中 其實也增添了一些的氣味 然後也希望用最認真 來去支持大家的認同跟支持 張炳君表示會持續勤走基層服務 回報選民的支持 記者吳俊松 基隆報導